记者贺敬贤台北报道 奥斯卡导演史蒂芬汤托新作《刺青舞者》 描述前芭蕾舞者瑟基普鲁尼的故事 不但带出成名前后心路历程 也先出他退出舞界的秘密 该片当初在华沙国际影展观众票选奖 催泪度超高 《刺青舞者》描述前芭蕾舞者瑟基普鲁尼的故事 海鹏 瑟基普鲁尼出身 乌克兰南方贫穷小镇 家人为支持他习武 到希腊葡萄牙等地打工赚钱 以成就其美好人生 瑟基并没有辜负家人 总是比其他人花两杯时间练习 每场演出排练30遍以上 在竞争最激烈的伦敦皇家芭蕾学院连跳两集 19岁就当上首席独舞者 被大师胜在为本世纪最棒的舞者 不过瑟基也因为一反芭蕾舞者形象 在身上刺青引来异样眼光 有媒体吉他是芭蕾坏男孩 还批评他流连夜店派对 但由于刺青与芭蕾的优雅似乎冲突 瑟基每次登场演出前 要花二小时擦粉遮盖 仍展现静夜风范 电影将于12月8日在台上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